我记得在去年东南领导人系列会议上面 15国领导人共同做出了承诺 就是今年要如期签署 SEP 我希望也相信这个承诺不会落空 我们也在积极的推进 中日韩FTI的建设 中日韩都是敬礼 我们也愿意在大循环当中建立中日韩的小循环 比如说最近韩国和中国就开批了绿色通道 让商务啊技术的人员能够顺利的往来 有利于复工复产 也可以说是净水楼台可以先得月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